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 楚武功以述真净 就此鄙视武学 崇尚佛法的扫地僧外 段玉是回忆一位热爱佛经 反对武功的怪胎 自懂事起 段正纯便给段玉请了两个大师傅 一个是宝学红儒 专门教他四书五经 诗词歌赋 一个是得道高僧 专教他 戒杀戒爹 慈悲为怀 等到段玉年纪再大一些 可以开始练武了 段正纯怎么劝他 他都不干 非说武功是打人杀人的法子 违背佛法与人心 段正纯用佛经跟段玉辩论的三天三戒 梅集一点功效不输 反被段玉嘲笑 好多佛经的句子都被搓了 未逼段玉就范 段正纯甚至用一阳纸点了他的穴道 让他全身有如万一时身 段玉却越发倔强 趁着妈妈跟爹爹吵架 一个人偷偷逃跑 骆驼江湖 大力段家乃江湖数一数二的武学世家 六脉神剑和一阳纸 相遇江湖 就连慕容复和纠魔智这样的顶级高手也垂涎三尺 段玉如此抗拒学武 就像一个家财惯惯的大财主 偏偏醉是闲钱臭 碰也不肯碰一下 正是气死其他草根青年 直到调处狼环欲动 段玉对李秋水的预想着魔中邪 将他化为神玉 想要为其赴汤蹈火 白死无悔 这才自我说服一番 遵从蒲团之中的一命 开始修习逍遥派的神功 然而知道天龙八部结尾 虽然学会了灵波微步 北冥神功和六脉神剑 成为镇朔古今的顶级高手 段玉还是打心底里 抗拒武功 新修版天龙八部里 乔锋选择虚主 继承降龙十八掌和打狗帮法 就是因为段玉不惜练武 然而到了晚年 段玉却做了两件弘扬武学的好事 四百年后还救了令狐冲两命 悉心大法 华山剑宗幸存者 诚不忧风不平 受左卵禅的挑唆 来找岳不群晦气时 令狐冲为救师门之客 用独孤九剑和五岳剑派剑法 强行出头 却因灵敌经验不足 身受重伤 见一灵心心念念的令狐兄弟 竟被打伤 陶古六仙大发了一艇 四个人冲出去 各执成不忧的四肢 只听成不忧一身惨忽 一被活生生撕成四片 满地是鲜血内脏 两个人抬了令狐冲便跑 到了偏僻处 陶古六仙一片好心 想要帮令狐冲智商 只可惜这六仙心肠虽热 武功又极高 脑子却是大大的不灵光 六兄弟为了卖弄本事相互争斗 各用不同力道 从不同穴道 注入了六股全然不同的真气 这六道真气 不仅救不了令狐冲的命 反而在他体内 乱冲乱闯 颤抖激荡 把个普通内伤制成了绝症 搞得令狐冲奄奄奄一息 几乎弃绝身亡 更麻烦的是 半死的令狐冲 又遇到了武功更高 脑子更糊涂的不戒和尚 一见令狐冲不由分数 又在他体内注入了两股真气 等到找到神医平医治的时候 令狐冲已是病入膏肓 针灸药石都无能为力 大罗神仙也难救了 凭医治无计可需 只能赠给令狐冲数十枚药丸 言他百日之命 然而 就在这百日之内 令狐冲被向问天 用金蝉脱销之际 关入西湖湖底 机缘巧合之下 发现任我行 在湖底铁板床上刻的吸星大法 终于疏散了 预计在丹田的八道真气 逃出生天 救下令狐冲性命的吸星大法 虽然是任我行所刻 然而明代的令狐冲 能够习得此宫 却全是靠四百年前的断聚所赐 原文道 他顿了一顿 喝了口酒 又道 这吸星大法 创自北宋年间的逍遥派 分为北明神宫与化宫大法两路 后来从大理断世及新秀派 分别传落 合而为一 称为吸星大法 那主要还是继承了化宫大法一路 只是学者不得其法 其中颇有曲线 从认我行的口中 我们得知吸星大法 便是源于天龙八部中 逍遥派的北明神宫 当年丁春秋的化宫大法 看似跟北明神宫源于一脉 但因为无涯子 并没有教他逍遥派 散公西宫的法门 丁春秋的化宫大法 其实是靠下毒 损人经脉 让人内力散失 而北明神宫 却是通过散公西宫法门 将敌人的内功化为己用 逍遥三老去世之后 虚逐虽是逍遥派掌门 却也不曾学过北明神宫 世间会北明神宫的 只剩段宇一人 在临死之前 段宇留下了一封遗书 并附上了北明神宫的修炼法门 使得这门神宫没有失传 这是段宇就定胡冲的第一命 易经经 只可惜从北宋到明代 时间间隔了四百多年 日久粘身 变成悉心大法的北明神宫 已不是全本 许多关节散失 内含重大缺陷 虽能吸取各派内力 却不能将其调整融合 导致练习悉心大法 倒像是抽鸦片 每次练习都能让人通体舒坦 飘飘欲先 修酒之后 便会遭受到内力反噬 穴道之中的真气骨刀 丹田都要被真气称暴 任务行苦苦参悟了数十年 终于补上了七星大法的缺陷 但是 他却以此威胁令狐冲 令狐冲倔强之下 离去等死 幸亏方正大师慈悲为怀 传给了他易经经 然而易经经能从北宋 流传到明代 却也全是靠段宇所赐 阿珠从少林寺偷了易经经后 将其赠与了乔峰 尤坦之从乔峰那里捡走 殿成冰蝉宫后 又被揪魔智捡到 而在枯紧之中 揪魔智散尽功力 大彻大悟 也将这易经经赠给了段宇 所以定虎冲两次死里求生 全是四百年前的段宇在救命 段宇在遗书中说 自己终于明白了 武功本无善恶 用之为善即善 用之为恶即恶 也得亏死脑筋的他 明白了这个道理 传下了北明神功 和易经经这两门神功 这才让笑江湖 没有创业未办而死了主角 其实有时候想想 这或许就是一种传承 一种自北宋到明朝的传承 一种从古至今的传承 段宇当初用武功 想保全大理 令狐冲用武功仗剑不平 当他两个人体内 庞大的真气 开始冲撞经脉 浑身疼痛难忍的时候 在某一秒 他们会不会有着 同样的念头 这个念头 有可能是惋惜生命 也有可能是后悔 踏入江湖 但无论他们后不后悔 最终也只能坦然面对 对于令狐冲来说 段宇只是一个史书上 随手翻过的名字 但那却是段宇波澜壮阔的一生 这就是传承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